老师哪些手面向的人 很能包容另外一半 应该讲说 他不做这些事 所以他不懂 而不是故意的刁难 或是故意的去做一些 让你觉得很没办法接受 就是一个做家事的人 那另一个不做的人 那你有很多动作 要让那个 就是做家事的人很麻烦 他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所以应该讲说 夫妻之间要互相容忍 要互相的去包容 那这样子的夫妻才能够 走得永远走得很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人都是会包容 就是你的另一半 来我们来看 这种就是大耳化之 就是不积小结的人 你要记得他就是 印堂的地方 就是两个媒之间 就像玛丽欧他就是很宽 就是两媒之间很宽阔 那这种人通常就大耳化之 什么事情他不会去斤斤计较 他就反正你可以我也可以 他就是很随便 那刚刚讲的说什么 要怎么样啪啪啪 这个通常有很多 他根本不会去啪啪啪 他可能就是拉一拉 或是根本就不会 反正折一折 那他告诉你 反正你要烫了嘛 就是这样子 对 一样就可以烫 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大耳化之 什么事情不计较 他不会去计较 事情过了就好 他不会再去跟你 欢旧账来说什么都不会 所以对一个他的另一半来讲 他会觉得说 这样子就会很不错 像如果说他没有做好 那你去帮他做人 但是永远在讲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其实也很傲能 很环扰 这就是没有包容 那包容就是不把他这些 有的没有的小事 把他翻出来讲 那这样子就是属于包容 那包容 因为好的包容 才会让夫妻两个走得很好 再来就是 就是任好任厌型 这个叫习世灵人型 他这个就是前骨比较薄弱 所以前骨比较薄弱 如果说你的权这个地方 前骨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这个地方 他你是有权的人 他就是什么事情要掌权掌握 那有些人他就是 前骨比较薄弱 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 前骨的人 像这种人通常他们的事情 他个性会比较温顺一点 温柔一点 有些时候说好听事 他不管事的 因为他管不了事 所以说变成说 你不是不管事 你没办法管别人 那既然没办法管别人 那就你说着算 你说着算 什么事情就会顺着你 那这顺来顺去就变成是 也是一种包容 另外一种的就是 豁达开朗 不厌苛责的人 就这种人 他反正什么事情 他就会先想到 像刚刚玛丽有讲的时候 就想到说 因为他家里是老妖的关系 因为他家里可能 一直都是养尊促优 因为他根本从 以前在家里 根本不用做这些事情 那我来做 我就不要再苛责他了 反正我可以做 我就帮他做好 因为我是金人家庭 所以我可以好好的做 那你做不了的事情 就我来做 夫妻一定要这样子互相相互的包容 那整个婚姻走的就会很顺畅 说到